明志汉曾参与过多部戏剧作品 多年前曾因为制作实境节目 而背双千万债务 日前他上节目时也谈到债务问题 他也正向表示 遇到问题就是要正面去解决 预计今年能把小金额的债务还完 目前就只剩下两个金额比较大的 而他也在陆续想办法解决 同时也在节目中谈到 自己在几年前会出现两眼失利模糊的状况 他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才发现 是家族性遗传的青光眼 而他会发现其实是因为后来在照顾爷爷时 又会发现两人使用同一款眼药水 疑问之下才知道除了爷爷还有爸爸也是青光眼 也是在那一刻他才知道 刘家男人都有青光眼 不过经过手术治疗后状况已经好准许多 我再发现了 最后的心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